鬼王大驾光临 频道守候多时 踏入我的万绝游民阵 不处三刻 花给你们所有功力 见证 风河日丽的山脚下 青云门数十名弟子 快马加鞭回山 不闻婴儿哭啼声 银剑乍现一个摇着手骨的老翁 用红绳操控弟子 诡异无比 弟子瞬间变成傀儡 在老翁的操纵下 杀向同门 几人纷纷被砍杀 就连弟子本人 也被木偶娃娃啃食 老翁见状 心满意足地收回木偶娃娃 眼看追兵将至 一个手持双盾电锯的杀手 从地下钻出 其中最诡异的 要数无脸人 随后就是猪妖 他刀法刚猛 迅捷无比 以一敌食 犹如砍瓜切菜 路障被清理干净后 一辆诡异无比的马车 破土而出 车中之人 乃是魔教教主 鬼王宗 外号万人王 替他开路的 正是魔教四大护法 傀儡翁 面具人 青龙 猪妖 自古以来 正邪不良力 鬼王纵邪四大护法 来青云山 一路上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只因前几天 此山忽然磨云盖顶 煞气冲天 就连青云门七大掌门 也被惊动 话说这嗜血猪 乃是志兄之物 靠西人鲜血 恢复伤势 提高战斗力 当年 魔教黑星老人 凭嗜血猪 左相披靡 战无不胜 嗜血猪 终于现世 竟然引出射魂棒 这个天怪来 两箭宝墓 都要为我 为我 殊不知 令人闻风丧胆的 嗜血猪 已任下一名青云门 弟子为主人 小伙名叫张小凡 虽苦修十年 可功法最差 倒是厨艺 让先锋盗谷的 前辈们原形毕露 下个月 青云门即将举行 七脉比武大会 师父大逐风 居然点到了小凡 我要去啊 人设不够 只能你来凑了 说吧 师父就要试试 小凡的功力 担心小凡丢脸 师姐示意几人 给小凡输送真气 真气很足 结果 几人全都被震飞 为了提升小凡的功力 师姐将父亲的 欲清净心法 偷偷传授给他 荒野上 小凡照做 谁知 脑海中有两种声音 左右他 还好小凡及时停下 怀疑是胸前的石珠 在搞鬼 这让他想起十年前 白袍和尚对他说的话 话说小凡 本是草庙村村民 那天 小凡与发小鲸鱼 砍柴回家 看到村子被十万福特包围 小凡快看 当小凡醒来时 看到一黑一白两大高手 正在决战 不知大难临头的小凡 还在芦苇当中看好戏 结果被黑衣人当肉盾 白袍和尚救下小凡 自封穴道 随后全力应战 两人各自施展绝招 之后 黑衣人不知所踪 而白袍和尚 因重伤再劫难逃 临死前 他收小凡为徒 师父 说吧 就将绝技天鹰宫 封印在小凡体内 还交给他一颗神秘的珠子 不久 小凡和鲸鱼赶到村庄 然而 村庄已被轰塌 满地的尸体 无意活口 好在师父大竹锋路过 见两人双亲遇难 于是 将其收入青云门 此处危害极大 回论人心智 你日后 找个上古悬崖扔下去 小凡正准备扔时 一只猴哥 却盯上了他 就要抢他手中的石珠 小凡急了 拔腿就跑 谁知 猴哥紧追不放 拉扯之中 小凡被猴哥咬伤 流出的血 居然意外激活了石珠 原来 这并非普通的石珠 而是魔教至宝 是血珠 就连尘封海底百年的射魂棒 也被引出海面 天生异象 电闪雷鸣 正邪各派蠢蠢欲动 而是血珠 与射魂棒融合之后 毫不知情的小凡 居然拿射魂棍当木棍用 将猴哥从泥沙里拉了出来 这次救了你 下次别抢我东西了 我的珠子吗 还没等小凡看明白 就有一蒙面女子抢夺 你怎么跟那猴子一样 还给我 关键时刻 小竹风弟子陆雪奇 停舰而出 蒙面女子 经拿小凡当人肉盾 我师弟还在他手里 最后 两人联手对敌 蒙面女子刮不敌众 飞身而逃 树枝刮掉了她的面罩 竟是鬼王宗的女儿 碧瑶 她奉鬼王宗之命 前来抢夺射魂棍 夜里趁小凡睡着后 打算偷走射魂棍 谁知 小凡睡觉不老实 就连一旁的猴哥 也差点惊掉下巴 好不容易得手 三料 射魂棍认住 碧瑶又被拽了回来 隔天一早 小凡醒来 你谁啊 你怎么回家我床上 我还想问你呢 你昨天晚上 等我做什么了 我没有我没有 我一姑娘家 我跟你顺利晚上 你得赔偿我 小凡本想将厨房的 腊肉赔给碧瑶 可碧瑶却指着 一旁的射魂棍 小凡误以为是烧火棍 自然同意 结果 碧瑶又被拽了回去 恼羞成怒的她 给了小凡一耳光 飞身离开 棍子呢 你把棍子藏哪儿了 你一个大男人家 出门不打棍 我不是 为了得到射魂棍 碧瑶多次纠缠 甚至是拔刀相对 好了 结果 被小凡的善良感化 两人话敌为友 很快 七脉比武大会开始了 话说这青云门 共有七脉 分别是通天风 龙手风 风回风 朝阳风 落霞风 大小竹风 其中通天风为首 七脉比武顺序 抽签决定 你怎么不抽 他不会飞 小凡低下头来 捡到一张没人要的签 没想 新手运气好 小凡直接进入第二轮 抽签结束后 弟子们遇见飞行 赶往赛场 参赛者倒递不起 我自动放弃 继维淘汰 胜者晋级下一轮 直到决出第一名 就这样 六十年一次的比武开始 弟子们也很现实 谁最强 围观者就越多 五月期间还没出架 比赛就结束了 轮到小凡比武时 人都走光了 今天咱俩的比赛 也算是创了记录 台下就一人观看 对手本打算速战速决 突然 一阵狂风吹来 等到小凡抬头时 对手已经躺在地上 如何打败对手 就连小凡自己也搞不清楚 师兄们只当小凡 侥幸赢了一轮 第三轮时 小凡的对手竟是发小金鱼 当年 金鱼与小凡一同败雨青云门 却因天智聪慧 被收入名列第二的龙首峰 金鱼 我肯定打不赢你 没事 等一下我多和你打两个回合 让你输得不那么难看 两人打得有来有回 然而很快 金鱼就察觉异常 平时武功最差的小凡 就像开挂一般 金鱼 这次我不让着你了 再来 金鱼全力攻击 是要找回面子 谁知 手中的射魂棍不听使唤 小凡赢了比武 师兄们都替他高兴 可师父大逐风却痛诉他 你这一身道法修行到底是怎么来的 你可知道被师偷役 乃是我青云门中大忌 青则面壁十年 重则废去道行 逐出青云 惹师父不高兴 失去好兄弟 一气之下 小凡将射魂棍扔下悬崖 随后去山间散心 却看见小竹风的陆雪棍倒在地上 与之前生龙活虎 盼若两人 于是 捧来水给他缓一缓 师姐 怎么这么虚弱 见陆雪棍着实太虚弱 小凡劝他不要参加第四轮比武 结果一回头 就不见人影 很快 第四轮比武开始了 小凡的对手 居然是陆雪棍 陆雪棍是年轻弟子中最厉害的 就连师父 也认为小凡必输 胜负不重要 别受伤 为师已经吃惯你做的饭了 没有了射魂棍 陆雪棍还没拔剑 就将小凡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陆雪棍误以为比武结束 师爷 明山还没结束呢 陆雪棍拔剑 就要速战速决 这只被飞来的射魂棍拦下 张小凡不对劲 他手里的法器绝对有问题 小凡脸上的伤瞬间愈合 随后 小凡不受控制 关键时刻 两人并未赶紧杀绝 快点开 掌门怀疑小凡是魔教中人 小凡从来没出过青云山 怎么可能懂得魔教功法呢 通天风掌门亲自查看 小凡体内真气 结果发现 小凡真气纯净 想来是法器不对劲 风回风掌门 施法取射魂棍 我居然驱动不了 不可能 我来试试 结果还是不行 据说魔教法器 以血炼成 只听命于主人 无人可驱动 就当七大掌门谈论之时 弟子来报 说是山下有魔教行踪 通天风掌门命弟子 严加看管小凡 说罢 转身去应战 结果 当天夜里 碧瑶悄悄潜入 将弟子迷晕 救下小凡 随后下山 我不走 如果我出了这个门 岂不坐实了 我是魔教中人 没想 碧瑶将他击晕 强行背走 结果 射魂棍追了上来 别打我 这次我是为了救他 一起走 诸不知 掌门是故意放走小凡 想要引出魔教教主 鬼王宗 将其一王打尽 果不其然 碧瑶带小凡 离开青云门 来到路口 与鬼王宗会合 血血诸与射魂棒 竟然因为你的血 而合肥 把棍子还给我 鬼王宗大怒 就要杀小凡 爹 你要杀了他 你就拿不到 石血诸了 鬼王宗将碧瑶拍到一边 杀向小凡 可鬼王宗实力太强 小凡还是被抓 突然 无数飞剑来袭 鬼王大驾光临 频道守候多时 踏入我的万绝幽冥阵 不处三刻 花给你们所有功力 建阵 龙天风掌门一声令下 遇见弟子纷纷百出阵法 犹如金刚环一般 直刺鬼王宗 鬼王宗主动攻击 施展万绝幽冥阵 此刻 魔教四大护法正在地面 与青云门弟子较量 鬼王宗建女儿受伤 赶紧放大招 就要速战速决 此番恶斗场景 遮天蔽日 这一幕 让小凡想起十年前 村庄被屠的场景 难道屠村的罪魁祸首 是青云门 很快 决战就有了结果 眼看七大掌门落了下风 小凡见状 手持射魂棍 挡在两股真气之间 鬼王宗也不甘示弱 加大真气 谁知 两股真气在小凡体内 互相冲撞 意外激活了封印 在小凡体内的天音弓 魔教四大护法健壮 杀向小凡 谁知 小凡一挥棍 就将四人阵的灰飞烟灭 但小凡是你青云门弟子 要熟练天音弓法 为什么都活在一起 就要成全了他 对王宗冷 抄热讽一般后 就顿走 果不其然 小凡已经走火入魔 这就是你们 杀了草庙村全村人 当年草庙村惨案 我一直在追查 我怀疑凶手 是我们其中一个 放他出去 天下必乱 杀 六大掌门一起杀向小凡 此战 六大掌门艰难 师父只能飞身助战 小凡心寒不已 干脆一挫到底 杀红了眼的小凡 一棍劈向师父 小凡脸上露出邪魅的笑容 师姐却紧握他冰冷的手 我们该回家了 两人自小青梅竹马 小凡回忆起过往 这才恢复理智 悔恨交加 张小凡绝不能留 除掉他 陆雪奇遇见刺向小凡 却被师兄挡箭 倒下前 还求陆雪奇放过小凡 眼看陆雪奇于心不忍 但在师父的催促下 再次出箭 你走吧 下辈子别做我徒弟 最后 小凡带着受伤的碧摇 玉棍离开了青云门 百万神摩羯长眠之子 咱们来了一个小矛头 喂 你是谁啊 那你又是谁 对我是谁啊 感谢列宗列宫 你们拿开神功 你不就为了寻找自己的身世吗 这楚国跟你有什么关系 陈楠 你去哪儿了 冰天雪地的湖边 一位老者端坐在石头之上 手里握着柄鱼竿 堪逼江太公钓鱼 殊不知老者已经坐了万年之久 就在今天 鱼竿终于出现异动 老者缓缓睁开双眼 看着湖面上 冰面不断破裂 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不出意外 这条鱼肯定很大 等了几万年 终于来了 话音刚落 随之而来的是雪崩 可老者却淡定自如 飞身夺过 立于鱼竿之上 鸡血过去 显露出一处充满符文的墓园 就见石堆之中 伸出一只手臂 紧接着 蹦出来一个青涩小哥 这下可把小哥问住了 就当他思考之际 老者一掌 将他打飞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老者又用法力 召唤出巨石攻击 然而小哥也不认怂 本能反应 施整功力 与老者较量了起 老者见状 立马召唤出阵法 将小哥控制在半空之中 你到底是谁 我倒想看看你是谁 就见老者一记 弹指神功 竟然看到了 小哥前世的投影 原来是这样 老者得知雷龙去脉后 很是满意 飘然而去 临走时 老者送给小哥一波福利 小哥从雪山滚落 滑至山脚的温泉之中 就见一含苞带放的少女 春光乍见 听到动静声 侍卫赶来 原来少女是当今楚国公主 听说雪山脚下有一处温泉 便带领随从 再次沐浴 没想 被从天而降的山野小哥 一览无余 怎料小哥很快就挣脱束缚 公主先知 硬拼不过 于是施展美人计 趁机偷袭 随后 用狗绳将它捆起来 当作奴隶 押往楚国 我听说 只要速度够快 人就会像风筝一样飞起来 起料 在路过一片竹林时 一直立剑 朝公主袭来 幸好小哥眼几手快 拉动狗绳 救下公主 随之而来的 是一群黑衣刺客 他们训练有素 出手狠了 转眼间 就将公主的侍卫 全部斩杀 刺客首领飞身而来 杀向小哥 虽然小哥夺过攻击 却还是被震飞 关键时刻 公主随身的宝盒 蠢蠢欲动 就见小哥被一股金光 拉至半空 宝盒中的神功 破合而出 飞向小哥 刺客首领心之不妙 先下手为强 小哥本能反应 拉开弓箭 一箭射向刺客首领 却被对方以薄箭抵挡 虽说如此 可因内伤 仓皇而逃 小哥也因惊吓过度 晕倒在地 原来小哥名叫陈南 并非妖魔鬼怪 他乃是上古天战战神 万年前 天道失后 魔界霍乱苍生 引发了伐天之战 无数神魔陨落 六道道主不忍 将神魔骸骨 聚集在一起 建立了神魔灵园 来滋养战神陈南 还派守目老人 再次保护 以便万年之后 对抗魔道 其料 重生后的战神陈南 竟然被楚国公主 当作奴隶 捆到了皇宫 还叫来好姐妹 纳兰若水 来看热闹 陈南 你去哪了 没想纳兰若水 居然和前世的女友 长得如出一辙 陈南虽失去记忆 但对前女友 却念念不忘 就当两女谈话之时 地上的陈南 突然消失不见 殊不知 她已溜进了王宫 还看到了 暗台上的神功 此弓箭是战神陈南的兵器 但在伐天之战时 一路 虽然失去记忆 可每当靠近之时 就会有一股莫名的力量 将她吸引 还没等她看明白 屋外就传来 公主的说话声 陈南可不愿招惹她 立马躲到了龙椅后面 原来 三年前 在祈福大典时 皇帝病了 久治不愈 公主此次 微服出巡 便是为了寻找 治疗之法 就在这时 陈南的手 受到神功的召唤 陈南为了不暴露行踪 便死死按住龙椅 其量 神功的宁力 照顾皇帝 瞬间神清气爽 这 父王觉得自己充满了力量 谁知 陈南将手一开之时 皇帝又恢复了 无精打采的模样 这时 公主看到神功上的光芒 于是将她递给父王 活不其然 皇帝瞬间容光焕发 果然是神功 感谢列祖列宗 谁知高兴不过三秒 神功突然腾空而起 直接飞到陈南手中 就像是磁铁一样 然而此时的陈南 因刚苏醒 无法驾驭体内的灵力 很快 又瘫倒在地 陛下突然容光焕发 也许正是因为 这位公子的灵场 公主也觉得有理 于是将陈南留下 希望对父王的病情 有所帮助 还让弱水 研究化解之法 让公主不知道的是 罪魁祸首 竟然是当朝丞相 司马长风 而那日行刺 公主的刺客首领 正是她的徒子 司马林空 楚狱那丫头 不知从哪抓了一小子 那人灵力深不可测 居然能拉动神功 拉动神功 司马林空行刺失败 将来龙去脉 汇报给老爹 还提到了与弱水的亲事 司马长风微微一笑 趁他病了 要他命 在他看来 此时 正是夺取江山的最佳时期 殊不知 皇帝并非昏庸之辈 司马夫子野心勃勃 但是只要我们 楚氏王族血脉不灭 他们仍要忌惮 选足法谋权篡位 话音刚入 一群黑衣刺客 从天而降 瞬间就将大殿内的侍卫击杀 公主见状 也不含糊 飞身上前抽出一条金鞭 我灭了他们 本以为他要放大招 怎料 一群精英侍卫 上阵杀敌 双方短兵相近 侍卫人多是者 刺客落了下风 就在这时 幕后主使 司马长风破门而入 将余下的两名刺客灭口 臣就驾来迟 罪该万死 皇帝虽心知肚明 但对司马长风有所忌惮 只得假装糊涂 怎料 司马长风先发至人 臣听闻我王 龙体豪爪 皆因一位少年的灵力超凡 不知这位少年身在何处啊 皇帝当然不愿意 于是皇称旧病复发 曹操将司马长风打发走 如此一来 司马长风更加怀疑 陈南不简单 就算绝地三尺 也要把人给我挖出来 此时的陈南 被弱水藏在圣医处 弱水向他解释了自己的身份 两人兵士前嫌 互生好感 为了避免节外生枝 弱水特意调制了药丸 来压制陈南体内的灵力 就在这时 司马长风突然召见弱水 以异父之名 想要套出陈南的下落 其量 弱水身名大义 手口如品 然而这些小伎俩 怎能瞒得过 老谋深算的司马长风 话锋一转 司马长风要将弱水 嫁给司马林空 弱水虽不情愿 但碍于洋育之恩 也不好拒绝 迟迟不见弱水回来的陈南 出门去学 怎料 遭人袭击 眼前一黑 出手的正是公主 等到陈南醒来后 发现身处地牢 小银贼 你看 我还给你准备了 这么多好玩的东西 公主未节内日之气 竟掏出三十六种刑具 陈南正欲解释 谁知公主的飞镖甩来 差点消掉陈南的耳朵 其量 公主越玩越兴奋 一会表演飞刀绝技 一会又要打烙铁 吓得陈南值得放大招 口吐白沫装死 就当公主放松警惕时 陈南趁机挟持了他 此举惊动了司马长风父子 他就是拉开神公主 虽然见到陈南 但因为弱水的药丸 压制了陈南体内的灵力 司马长风并没有察觉异常 此时的父子俩 心中只有皇位 司马凌空更是不顾公主性命 直接冲过来 攻向陈南 此时的陈南 因灵力没有恢复 落了下风 几招就被司马凌空拿下 地牢内陈南救下一名叫 皮子龙的小伙 他自称龙族后裔 还参加过罚天之战 小佑我 作为应龙族的头号险佛 我左边一个龙吐水 右边一个龙白尾 提及罚天之战 皮子龙说得唯妙唯笑 其他人只当他吹牛 陈南却深信不疑 很快 落水与司马凌空的大婚之日 即将来到 落水趁司马父子忙活之时 以提审为由 将陈南和皮子龙救出天牢 隔天大婚之日 司马府张灯结彩 热闹非凡 落水一身红衣美艳动人 眼瞅着 他与司马凌空就要拜堂 陈南却突然闯入大厅 周目睽睽之下 拉着落水转身就走 司马凌空展开身发 急速追来 陈南转身一掌 逼退司马凌空 司马长逢大怒 飞身追处 当即施展回元大阵 此阵异常狠浪 可吸食对手灵异 对于巅峰时期的战神 那是小菜一碟 此时的陈南 已恢复五层功力 就当两人对峙之时 天降大怒 回元大阵被消散 司马长逢被震飞在地 司马凌空见状 一箭刺向陈南 结果被打翻 当场毕命 陈南带着落水 扬长而去 好端端的红洗 便白洗 司马长逢悲痛欲绝 带着棺材 去找玄祖 求他替自己主持公道 提及玄祖 他虽有百岁高岭 却面如惯玉 其功力高深莫测 还精通养身之法 因多次为楚国祈福 被世人尊称为九州长老 就连皇帝见了他 都要礼让三分 玄祖 那小子杀了乌尔 往玄祖大成之日 复活爱子 老夫会在祈福大典上 彻底收割王族灵力 若能在西德内 小子的巨大灵力 老夫定可突破成神 复活灵空 更是易如反掌 见舅子有望 司马长逢终于松了一口气 然而就在这时 玄祖突然翻了脸 祭出回元大阵 硬生生地 袭走了司马长逢的灵力 原来玄祖并非大善人 一直控制着司马长逢 为自己所用 等到陈南几人迅速赶来时 司马长逢早已凉透 杀万人为王 杀万万人为师 天不前往 你又奈我何 玄祖不再伪装 双方大打出手 玄祖直接施展回元大阵 直接将陈南的灵力全部吸收 随后飞身离开 紧接着来到王宫 一替皇帝治病为由 要求再次举办祈福大典 皇帝毫不知情 欣然同意 隔天 祈福大典开始了 皇帝率领着文武百官 尽数到场 就当所有人憧憬未来之时 怎料 玄祖突然施展回元大阵 转瞬间阴云密布 妖气冲天 回元大阵照住现场 直见无数魔器 从空中落下 贪婪地吸食着众人的灵力 而玄祖则神清气爽 还对侍卫大开杀戒 公主见状 召唤出神兵 想要阻止 谁知 一招都不够打 就被甩飞了出去 危机时刻 一只大手 扶住公主 来人正是陈南 弃神弑魔 只在一念之间 如果你所谓的成神 是需要用无数人的白骨换来的话 那么我今日 便要让你行神俱灭 气场虽强大 却并非玄祖对手 再者 此时的陈南已失去灵力 在公主和弱水的掩护下 陈南虽奋力一击 打向玄祖 却因力道不够 沦为沙包 危机时刻 一个神秘人 从天而降 化解了危机 还是龙族的后裔 没错 神秘人正是龙族后裔 皮子龙 当年 他的先祖当了逃兵 如今 他只想证明自己 皮子龙迎难而上 冲向祭坛 然而面对如此强大的玄祖 还是落了下风 一个是没有灵力的废 一个是天真的逃兵 不死逃兵 就见皮子龙大喝一声 天声异响 皮子龙竟当场 幻化为龙身 就见巨龙 在空中肆意翱响 随后喷出三昧真火 攻向玄祖 散料玄祖也不是吃素的 就当双方较量之时 殊不知 一道道金光 飞向陈南 原处的神功 听到召唤 划破长弓 飞到陈南手中 不过是天战战士 就见陈南斗首一剑 便破解了玄祖的阵法 不可能 他的灵力 已经明明被我洗干了 还没等玄祖反应过来 片刻之间 陈南已射出数十剑 皮子龙剑状 再次幻化成龙身 攻向玄祖 咱料玄祖的真身 竟是蛟龙 两龙对峙 在空中上演了双龙争霸 惊起了阵阵狂风怪云 陈南快速取下三支剑 对准玄祖 没想 被他轻松躲过 就在这时 一道天雷划过 不偏不斜 郑重玄祖真身 当场隐恨西北 此事平息之后 陈南与弱水 远走高飞 其料 公主也跟了上来 深夜 两个劫匪住店歇脚 却被貌美如花的老板娘迷住 她趴在桌子上 搔手弄姿 一股就地正法的冲动 直窜瞅瞒天灵狗 好在哥俩也是 见过世面的人 并没有猴急 大爷 小店 还没有开始营业呢 连累 没入其人 我喜欢 老板娘也不吝啬 安排了两个姐妹唱小曲 不得不说 此处人才济济 老板娘轻唤一身 谁知台上的琵琶女 竟伸出十米长的脖子 原来三个女子并非普通姑娘 而是深山的妖怪所化 专门吸食男子精魄 为了方便好人 分别介绍一下 蛇姐 蛇妹 蜘蛛精 她们是幽冥界 老大婆婆的手下 专门吸食男子的精魄 给婆婆修炼 就在这时 一只斗笠来袭 随之而来的是乾坤道长 臭道士 敢问我好事 今天算你们倒霉了 自古道长与女妖水火不轮 双方大打出手 道长的法器一应俱全 女妖也不甘示弱 道长先是一阵闭上 紧接着摆出阵 女妖逗了几个来回 心知不敌 于是放下横画掏扫 回到老巢之后 两妖开始疗伤 还在背上画了一朵花 遮盖伤口 看到这里就奇怪了 既然是妖怪 直接变美就行 言归正传 两个妖女很是烦恼 因为婆婆让她们 赶在秋季之前 集齐72个男人的精魄 否则将勇士不得超生 荒山也领 找个男人着实不意 就在这时 空中打了一个响雷 门外有一个黑影窗 两妖觉得奇怪 这时 一个眉清目秀的书生 走了进来 这不就送上门来了吗 原来书生 上山采药物了时辰 来此处躲雨 蛇妹按照老规矩 立马施展美人计 谁知书生非常本分 根本就不看蛇妹 蛇妹只好变出来一只蜘蛛 哎呀 有蜘蛛爬我腿上了 姑子你快帮帮我呀 你喜怒我 书生虽血气方方 但对他没有非分之想 起身后急蒙道歉 不过道歉对象不是蛇妹 而是他家娘子 因担心再待下去 把持不住 书生留下外套 转身离开 临走前还特意交代 让他多穿点 小心寒气入体 蛇妹本可用墙 将书生拿下 可他却没用 原来吆喝人一样 都是有感情的 以往男人都是让他脱衣服 只有书生关心他冷不冷 越南无数的蛇妹 被这个书呆子给吸引 就当书生下山之时 突然看到一只送亲的队伍 三更半夜的 莫不是鬼结亲 要是我 肯定拔腿就跑 可书生竟与媒婆搭话 还问他送到谁家去 公子 是你 眼前的新娘 竟是破庙里遇到的蛇妹 书生吓得一阵狂跑 就连采药的碑楼都不要了 没想蛇妹施展轻功 趴在书生背后 一副非他不嫁的阵势 姑娘 这是做什么呀 当然是要跟你回家呀 这个英姿 飒爽的女子 便是书生的妻子 徐将军 作为镇守一方的将军 历来以守护城中安宁为己任 可最近城中 常常有妖怪伤人 徐将军常常加班 忙得日夜颠倒 好在城中来了两位捉妖师 就当两人落下风时 幸好徐将军及时赶来救争 回府后 徐将军看到自己的丈夫 带回来一名衣不遮体的女子 长相还不错 顿时心生醋意 书生向妻子谎称 上山裁钥匙 救下女孩 徐将军虽不喜欢对方 却也不好直接赶人 这时徐将军随身的寻妖品 发出信号 他只得匆匆出门 等到他回家时 天色已晚 尽管如此 书生却不忘交作业 美其名曰 难得操 一边跳 一边被家规 其中第九条家规 需要每日之写 至于是什么内容 我替你们看了 另一边的蛇妹 正在房间描眉画带 不然 一阵阴风吹来 蛇妹定睛一看 不是别人 而是自己的姐姐 蛇姐来此 是来催妹妹的 说婆婆逼得紧 若是不凑其七十二枚精魄 只怕她们没有活路 然而此时的蛇妹 却迷恋上了书生 死皮赖脸地住在其家中 一心只想取代书生的妻子 徐将军 还请姐姐宽容几天 没办法 蛇姐只得加班加点 希望能将妹妹的那份补伤 真意 荒郊野外 四个五大三粗的壮汉 正在挖坑 埋一对狗男女 理由是 对方将她们的老大给绿了 就在这时 林中传来女子的歌声 荒山野岭的 哪来的人家 俗话说 饿死胆小的 称死胆大 几人寻着歌声 找了过去 果不其然 看到一个衣着清凉的女子 此女正是蛇姐换化 几名劫匪 想要涂抹不轨 却着了蛇姐的道 被吸干了精魄 另一边的蜘蛛精 换化成美人 来到集市 看样子想当消惯 此时 一群壮汉 正在欺负一名女子 蜘蛛精来了兴趣 决定陪她们先玩玩 对方眼前一亮 立马围了上来 殊不知 眼前的小娘子 会娶她们幸福 其他人见同伴玉玺 纷纷拔刀围了上来 可他们这些凡夫俗子 哪里是对手 很快 蜘蛛精就吸干了四人的精魄 不过 打斗伤也惊动了两个捉妖师 眼看双方就要上演一场大战 师弟 你上 安不上 我闪点 闪了我心罚黄 还没等兄弟俩动手 蜘蛛精把腿就跑 原来是乾坤道长道 你还哪个臭豆子 你别跑 不久 蜘蛛精和蛇姐回到老巢 将取来的精魄 交给婆婆 婆婆很是满意 原来三妖之所以很害怕 是因为婆婆 是幽冥界的老大 所谓幽冥界 就是阴阳两界之间的缝隙 是死亡必经之路 城中出了命案 徐将军整日待人 外出调查 没想 家贼难防 书生正在洗澡 蛇妹悄咪咪地走了进来 往她嘴里塞了一块糕点 书生没接吻 掉进了浴桶之中 书妹赶紧伸手去摸 也不知道摸到了什么 书生一把抓住蛇妹的手 那摸起来谁都更舒服呢 怎么是你啊 你快出去啊你 好巧不巧 这时他家娘子徐将军回来了 开门的那一刻 却不见蛇妹 原来书生将她藏在浴桶里了 打发走徐将军 蛇妹一个出水芙蓉 不知道迷倒多少男人 可书生坐怀不乱 蛇妹只得改变方法 化身为贤妻良母 端着一盘糕点 打算送给书生 不料却被徐将军拦下 甚至是拔剑相向 原来蛇妹小动作不断 徐将军早就看出来了 就当徐将军警告蛇妹时 书生找了过来 蛇妹立马化身绿茶妹 徐将军见状也是无可奈何 却也因此结下梁子 深夜 徐将军看到蛇妹的房间里 还亮着灯 于是捅破窗户纸 想要捉奸 错了 是一探究竟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只见蛇妹把皮剥了下来 然后给皮囊补装 徐将军当场拔剑进了屋 好大胆的妖精 你又能 那我何呀 找死 本以为很厉害 没想一个回合就败了 要杀便杀 蛇妹一听 来了兴趣 决定玩个身份互换的游戏 一番操作下来 蛇妹与徐将军互换了皮囊 看清楚了 你才是妖孽 蛇妹利用徐将军的身份 喊了卫兵 说徐将军是蛇妖 捉妖 徐将军百口莫辩 被卫兵围攻 一番对战下 居然露出了蛇尾 看来徐将军跳进黄河 也洗不清了 没想蛇妹 却不着急杀他 反而欲擒故纵 假装被打倒 气急败坏的徐将军 实践刺去 没想书生挡箭了 你生不出我是谁了吗 是妖啊 大蛇妖 就在这时 乾坤道长突然杀来 没有对准蛇妹 而是将徐将军 当作蛇妹收入画中 看到这里 不得不说 这个乾坤道长 也是个老糊涂 蛇妖在身后也不知道 就这样 徐将军被困在画中 动弹不得 事后 蛇妹花二百两银子 埋下这幅画 还将她挂在卧室 正对着床 不得不说 真够狠的 杀人诛心也不过如此 之后 蛇妹便以徐将军的身份 住了进来 而画中的徐将军 却动弹不得 眼睁睁地看着 书生与蛇妹 执行第九条家规 而此时程外 也是危机重重 乾坤道长 也察觉出强大的妖气 殊不知 两个捉妖人 已落入陷阱 还没等两人反应过来 师兄就被抓走 之地自然难逃一击 出手的是婆婆 原来婆婆知道了蛇妹的事情 对着蛇姐 一阵发泄 执逐精当晚就出来了 此时的蛇妹 与书生正在你弄我弄 毕竟姐妹一场 蜘蛇精并没有直接撕破脸 而是好言相劝 她爱的是她的娘子 不是你 你的皮就是你的吗 婆婆已经发怒了 你的好姐姐连练 也已经被她镶在石碑里了 蜘蛇精劝蛇妹回去 向婆婆认错 蛇妹不肯 蜘蛇精一听来了气 接要去吸书生的惊魄 蛇妹急忙阻 我不准你动态 一怒之下 两姐妹大大出手 屋内的书生被惊心 出来找人 差点被误伤 娘子 刚才好大的风啊 看着眼前的陌生女子 蛇妹急忙推说 蜘蛇精是她的妹妹 书生与徐将军成亲好几年 有没有妹妹 她心里清楚得很 隔天一大早 书生便偷偷出门 找到乾坤道长 将心中的疑惑 说了出来 我怀疑她不是我家娘子 你有什么证据啊 第九条家规 执行的不对 她还凭买无故 多了一个妹妹 那恭喜你了 见书生一再纠缠 乾坤道长 只好拿出一坛雄黄酒 让她回去 给徐将军喝了 若是妖怪 必定会献出元血 即使 除了书生 城中的女兵也很无语 因为最近徐将军总是请假 整天跟书生私混 正说着 突然黑云压长 妖气冲天 原来是婆婆来了 此刻书生在家中 准备了一桌子好菜 打算忽悠蛇妹 喝雄黄酒 试探她 然而蛇妹哪有心思 她已经感受到婆婆的气息 于是恍称姑妈去世 拉着书生赶去奔丧 临走前 书生却坚持要带那幅画 本以为蛇妹 要带书生远走捞飞 没想 却回到自己的老巢 难道 是要自投罗网 南路的竟是两个收妖人 原来两人已被婆婆控制 折腰让书生先走 由自己来断后 书生不肯离开 要与她同生共死 别傻了 我不是你娘子 原来真的不是我娘子 面对书生的质问 蛇妹只得说了实话 徐将军就在这幅画中 还没等两人说完 收妖人便发起了攻击 没想到 黑化后的收妖人 功力大胆 就连蛇妹也落了下 混乱之中 蛇妹和收妖人 打到了画中 谁知误打误撞 导致蛇妹与徐将军 换回了身体 这边战斗还在继续 而外面 蜘蛛精也来到了战场 蜘蛛精 小手一挥 便将书生打飞 郑宇带走画室 乾坤道长突然杀了人 夺走了画 一个来回 就将蜘蛛精吸进画中 这就是娘子 娘子 就是药 徐将军 出 乾坤道长不知道 徐将军与蛇妹已经换回 将蛇妹放了出来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 直接把画烧了 书生看到蛇妹 误以为是她家娘子 对不起娘子 是我没有认出来你 这次蛇妹没有隐瞒 反白了真相 两人已经换了回来 自己不是她家娘子 娘子 都怪我眼中 我不明真相 不明是非 不明黑白 书生要去幽冥界 救回她家娘子 你千万不能去啊 幽冥界是阴阳两界 那里全都是 都是不能够轮回的恶魔 即便如此 书生也不打算放弃 蛇妹被她的痴情所感动 决定助她一臂之力 乾坤道长也因内疚 同意了 你个将军 我就成全你 在道长的帮助下 书生来到幽冥界 四处竟是冰天雪地 徐将军被困在厚厚的冰层之下 因为冰太后 根本无法砸碎 突然冰面下滑 徐将军突然消失 很明显 这是幻景 镜头一转 书生来到石洞之中 在这里 与她的妻子徐将军团聚 但很快就中了机关 原来这里才是幽冥界 徐将军飞身而下 想要救下书生 危机时刻 蛇妹赶到 帮了他俩一把 就在这时 活泼现身了 蛇妹急忙替两人求情 你为他付出了一切 可他有把你放在心里吗 你这个老妖婆 以前遇到过负心汉 就以为天底下的所有男人都是坏的 我就不是 婆婆怒了 当即出手 蛇妹和徐将军联手 都不是对手 好在乾坤道长 及时干 道长利用金碟 想要带几人逃走 婆婆自然不会同意 规动巨石阻拦 却被蛇妹用尾盒接住 用力一甩 正巧砸碎了 婆婆收集精魄的石盒 如此一来 婆婆的功力大减 就在这时 地动山沿 天坤道长大汗不妙 说是幽冥界要塌了 看来这幽冥界 是豆腐渣工程 临走前 三人招呼蛇妹一起离开 可蛇妹却留在了原地 与幽冥界共存亡 而书胜和徐将军 经历此事后 并没有反目 第九条家规更严了 就连白铁也要执行